同父异母的妹妹被绑架,老公独自营救后,被铜两刀掉入海里,生死不知。 我笑了,决定不耗费警力,直接消互。 人是上午失踪的,死亡证明是下午就领到了,遗产继承是当晚就迁了的。 我看着三个亿的遗产,差点笑死。 这世上,还有这种好事? 但是,赵硕开车去往海边的当天下午,我接到了警方的电话。 林薇,我们是警察,您先生赵硕在今日早上前往海边时,与人起了争执,掉落了海中。 经现场勘察,赵硕似乎还伸中数刀。 警方正在全力打捞,只是最近正值雨季,几乎没有生存可能。 我这急忙慌地问出声,那我妹妹呢? 什么? 我哽咽道,我妹妹林倩倩被人绑架了,我老公是去交赎金的。 对方沉默了赎苗,那看来应当是。 您先生与绑匪交涉过程中起了冲突。 林女士,我们现在派人过来接您,请您到警察局和我们交代下事情经过,我们会为您找回您的妹妹的。 我赶忙谢过了警方,语气极其诚恳,我先生这边就不要耗费警力了,请你们一定要尽力找到我妹妹。 警方同情地安慰了我一会儿,顺带表扬我是个多么体贴伟大的姐姐,便挂了电话,从海边撤离了。 挂断电话后,我才将忍住的笑意释放了出来。 赵硕,我结婚五年的老公,正在暗中转移财产要与我离婚的时候,竟然死了。 我乐得连忙联系律师团队,又前往警察局办理销户,申请死亡证明。 人是上午失踪的,死亡证明是下午就领到的,遗产继承是当晚就签了。 赵硕死前忙着转移财产,根本没立过遗嘱,他的双亲也走得早,只剩一个不成器的弟弟,还有个他的出轨对象。 我成了唯一一个第一顺序继承人,直接喜提三个亿的遗产,有钱有盐,还死老公,谁懂啊。 我笑咪咪地拿起赵硕的相册。 赵硕呀,你可真是个大好人,以后你小三,我帮你揍,你弟弟我帮你骂,你为出生的孩子我帮你打,你就放心地去吧。 说吧,我便将赵硕的所有物品,全都塞进了纸箱,直接叫人全部搬走扔掉。 刚忙完,电话就响了起来。 我一看,原来是赵硕的弟弟,赵义。 我挑了挑眉,接起了电话。 喂,林薇,我哥呢? 我笑了笑,你找你哥,给你哥打电话呀,你给我打电话干嘛? 我他妈要是能打通会问你吗? 是不是你又在中间出什么幺蛾子? 我告诉你,我到时候就叫我哥把你修了。 我忍不住吃笑,拜托你读读书行不行,大清早亡了。 至于你想找你哥,可能你得给下面打电话才行了。 下面? 那个下面? 我直接挂断电话,懒得再搭理这种低智商生物。 赵硕的弟弟,读完初中就辍学,沉迷于蛊惑仔。 哪怕赵硕后来发达后,花了重金送赵硕去读成人大学,也没学出个花样来。 所以我根本不担心,他能翻出个什么浪花出来。 倒是我的好妹妹林倩倩。 哼,他被绑架的事,确实是在我意料之外。 可我也得感谢他,没有他,我哪能这么简单拿到这三个亿啊。 我在家里悲痛欲绝了好几天,才开始处理赵硕的后事。 首先,我便停掉了赵义的信用卡。 死去老公的弟弟,哪有我养他的道理呢? 顺道又给中介打了电话,委托他们将赵义住的房子进行清算卖掉。 果然,赵义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。 林薇,老子信用卡怎么停了? 我揉了揉耳朵,我又不养你,干嘛不停? 那他妈是我哥的卡。 我笑了笑,你哥的? 赵义,你这段时间联系到你哥了吗? 我,关你屁事啊。 赵义直直吾吾,没了自信。 哎,你看看,都没人通知你。 你这个当弟弟的,混得也太差了点。 你哥赵硕呀,已经死了呢? 我声线拉长,带着股挑衅的味道。 果然,赵义炸了。 林薇,你他妈有病是吧? 你咒我哥死。 则,叫你平时多看看书,多看看新闻。 你哥死的事早就上新闻了。 那我房子呢? 你他妈凭什么将我赶出来? 我不禁冷笑,赵义,你搞清楚,那是我的房子,我想卖就卖。 关你屁事。 我挂断电话,直接将赵义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。 那个房子自始至终,都是我的名字。 当初赵硕开公司,资金链断裂,还是我掏了钱出来,和赵硕一起将公司做了起来。 赵硕发达后,他将公司股份直接给了我25%,以及两套房子。 结果现在,一套被他拿去养他那个废物弟弟,一套就被他拿去豢养他的小情人。 也是我那同父异母的好妹妹,林倩倩。 女人的第六感一向很准。 在赵硕开始早出晚归后,我就开始感到不对劲了。 找了四家侦探一查,才发现他和林倩倩勾搭在一起了。 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,从小的人生目标,就是以抢我的东西为乐。 抢我的父亲,抢我的玩具。 再到后来,抢我的男朋友,抢我的老公。 他乐此不疲,我却懒得搭理他。 能被他抢走的东西,那都是没必要留着的。 赵硕亦然,在我查到赵硕,开始私自转移财产的时候,我就开始在收集他婚内出轨的证据了。 只是还没来得及对付渣男,林倩倩突然被绑架了。 一大早,我就被电话吵醒,是警方的电话。 我本来以为是林倩倩的下落,有了新的消息,结果警方跟我说, 有人报警说我非法占用他人财产。 我直接笑开了花,一到警局,就看见赵硕那个二愣子,大摇大摆地躺在凳子上。 赵硕一看见我来直接扯着嗓子,警官,就是他。 他占用我哥财产,安静。 这里禁止喧哗,警官十分头疼,将我们请进了办公室。 刚一坐下,赵硕像个复读鸡一样,又重申了一遍。 警官,就是他,他占用我哥财产。 警官看向我,林女士,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 我假意,委屈得挤了几滴眼泪。 警官,我冤枉啊。 我这才死老公,就有人想着来抢钱啊。 你冤枉个屁。 住嘴。 警察直接拍了桌子警告赵义,示意我继续说。 我直接反手将死亡证明,遗产继承书,房产证全部从包中掏了出来。 警察同志,他住的房子是我名下的财产,遗产也是合规合法继承。 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处理,是我的权利吧。 林威你放。 赵义看到警察警告的眼神,默默地将屁放回了自己嘴巴里。 警官仔细查看了我的证件,点了点头,看向赵义。 他的证件都在,你有什么能证明? 他占用了你哥财产吗? 赵义冷哼一声啼开头,我哥之前就跟我说过了, 要和林威离婚,一分钱都不给他留。 他现在拿着我哥的遗产,不就是占用吗? 警官无奈地看向我。 我笑了笑,直接看向赵义,你有录音吗? 有字句吗? 有任何能证明是赵硕本人亲口或亲手写下的证据吗? 你没有的话,我是可以告你侵犯我名誉权的。 你?赵义气急败坏地站起身,想上前殴打我,直接被警官拦下。 我直接将证件收好,起了身。 警察同志,辛苦你们了。 希望你们能抓紧,找回我妹妹林倩倩的消息。 我提到林倩倩时,对面的赵义明显有些不自在。 我冷笑一声,转身离去。 就赵义那智商,怎么可能想得到报警,还非法占用他人财产。 赵义连这词是个什么意思都不知道。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叫唆。 至于是谁? 我直接联系中介,将林倩倩名下住的那套房子,也赶紧处置了。 她自己跑回来了,还偷偷摸摸,不向警方撤案。 也不怕告她一个浪费警力资源。 中介的速度特别快,我刚回到别墅,中介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 林小姐,我们到你这套房子了。 但是,有个孕妇,她闹着不走啊。 她说,这是她老公的房子,直接躺地上碰瓷了。 我们也不敢上前扶她,这现在谁敢扶啊? 我不由得吃笑。 呵,老公?她地狱下的老公吗? 没关系,我写个委任书给你们。 你们拿着委任书去,她在闹。 就直接叫警察吧。 没过多久,我就接到了林倩倩的电话。 喂,姐姐,你在干嘛呀? 哦,是了。 她还不知道,我已经知晓了她和赵硕的事。 还在这里装没事人呢? 我将录音键点开,才开始和林倩倩交谈。 怎么,被绑架了这就出来了? 林薇,你什么意思? 我好歹是你妹妹。 我被绑架了你不着急的吗? 我怎么不着急呢? 我着急的,直接让我老公前去赎你了呀。 为了救你,我老公都没了。 林倩倩,真死了。 听林倩倩这么平淡的疑问, 我也嗅到点信息了。 看来林倩倩对赵硕,并没几分真感情。 他俩要是真向我坦白,两人是真爱,我都能高看他俩一眼。 可他们没有,他俩甚至还在计划怎么害我。 怎么,你老乡好的死了,你就这反应? 林倩倩的声音明显多了似紧张。 你,你在说什么呀? 装什么装,都是千年的狐狸,给我玩什么聊斋。 林倩倩,你都几岁了呀? 一天就以抢我的东西为乐,你三岁小孩呀。 三岁智商就出来抢人家老公,还怀上孩子,你也不怕生出个畸形儿啊。 你,林薇你放屁。 林倩倩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。 行,我就是抢了你老公,怎么了? 林薇你多失败呀,你爸不要你,连你的老公。 还不是被我勾得团团转。 我告诉你,我现在肚子里,可是怀着赵硕的儿子,你得把赵硕的遗产分我一半。 我心满意足地关掉了录音,真诚地对电话那头的林倩倩说道,谢谢你,林倩倩。 要不是他,我再怎么分财产,也分不到这么多。 而现在,全是我的。 男人。 哼,但凡我林薇是个恋爱脑,我也活不到现在了。 那天挂掉林倩倩电话后,林倩倩和赵义倒是安分了段时间。 估计两个还在那商量对策,倒是给了我时间处理其他事情。 我抽空去了赵硕的公司,这家公司当初我与赵硕一起创建,许多元老都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。 只是,我实在对经营公司无感,直接退了出来,安心拿着我的分红。 而现在赵硕死了,他那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也成我的了。 刚一进公司,就听见一道刺耳的声音。 我告诉你,赶紧给我跪下道歉。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? 这熟悉的声音,正是赵硕的好弟弟,赵义。 赵硕可是极其疼爱这个弟弟,哪怕是个废物,还把他弟弟搞进公司当了个小主管。 我不是没反对过,赵硕却每次都吼着质问我,我就这么一个弟弟,我还能不管他吗? 得,伏地磨呗。 我看了看站在赵义面前的小女生,正哭哭啼啼地冲赵义道歉。 对,对不起,我今天刚来,我。 老子说了,跪下。 公司的董事齐总也听见声响走了过来。 他看见了不远处的我,便直接走了过来找到我。 威姐,你看这。 我笑了笑,让人将赵义赶出公司。 齐总眼神中不乏震惊,但更多的是惊喜。 可他,无妨,我过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似的。 齐总是我一手选上来的老人,对于他,我是十分放心的。 齐总得到指示,直接连忙叫来了保安。 赵义还以为这些保安是要将那个女生带走, 还在那高傲地挺着胸膛吹牛逼。 看看,我跟你讲,这就是你惹怒我的下场。 你被辞了? 对,他被辞了。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 保安懒地在听他嗶嗶,直接驾着他往外走去。 赵义蒙了,哎哎哎,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? 放开我。 赵义这才看见了站在远处的我,立即恶狠狠地盯着我。 林薇,是不是你这个臭娘们喊他们赶我的? 我告诉你,等我哥回来了,看我不打死你。 我冷眼瞧了瞧他,你没仔细看新闻吗? 你哥掉入大海前身重述刀,生还率基本为零。 你不如好好问问林倩倩,她被绑架了,怎么回来的? 我不再搭理赵义,直接跟着齐总进了办公室。 一进办公室,齐总就连忙关上门,询问我,威姐,赵总真。 我点点头,将赵硕那边安插进来的人,都找机会给辞了。 再找个时间,开个股东会。 以后公司全权交给你负责。 赵硕这几年可不止安插了一个赵义, 什么奇奇怪怪的远房亲戚, 看见他发达了,就都跑过来了。 赵硕为了他那虚荣面子,来一个接一个, 这公司都快成他家族企业了。 而原来一起打拼过来的老人们,还被赵硕不断挤兑。 我甩了甩头,不再想过去那些阿扎事, 和齐总交代完后,就回了家。 法院给我打来了电话, 说林倩倩和赵义把我告上法庭了。 那感情好啊,我等的就是这时候。 我连忙联系了老朋友,拒绝调解,直接上庭。 很快便到了开庭的日子, 我到了法庭,看见林倩倩挺着个大肚子, 和赵义坐在原告席上。 我挑了挑眉,与我的律师坐在了被告席上。 法官还没开口, 赵义像在菜市场邀和卖菜的一样, 疯狂输出。 林薇你他妈完蛋了,我跟你讲。 老子今天就要让你把我哥的钱, 全都给我吐出来。 法官警告数次,赵义这才闭了嘴。 闹剧结束, 对方律师开始提出诉讼。 我方要求被告将遗产, 所得的三亿元, 平分一半于我方当事人。 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,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,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, 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。 我点了点头, 对方律师被调理还是背得挺流畅的, 可又有什么用? 我点头示意, 我方律师直接开启发问。 请问原告, 你如何证明, 你肚中的孩子是我方当事人丈夫的孩子的。 林倩倩显然有备而来, 律师直接送上了DNA检测。 我方当事人已选择羊水穿刺DNA鉴定。 与赵硕先生的弟弟赵义先生的DNA比对过, 其亲子关系打百分号。 我挑了挑眉, 羊水穿刺, 至少也是16周了。 我方律师笑笑, 继续问道, 这只能证明与原告老公的弟弟有血缘关系, 原告怎么证明和赵硕先生有关系? 林倩倩恶狠狠地盯着我, 握紧拳头, 最后拿出了手机。 这里面有很多, 我和赵硕在一起时, 拍的视频照片。 我给一旁的律师一个眼神, 他心领神会, 我方要求备份一份。 法官点了点头, 便让记录员将林倩倩的手机连上了电脑, 将他手机里的相册视频, 全都倒了出来。 我粗略地看了看, 忍不住咬紧后槽牙。 原来这俩人在别墅里偷勤过无数次了, 甚至睡在我的床上。 我瞬间觉得我现在住的别墅脏了, 我都能够想象得到, 林倩倩直接穿着我的睡衣, 对着赵硕来去, 既然要追求刺激, 那就贯彻到底咯。 等下回去就联系中介, 直接把别墅卖了。 我要重新换个更大的。 我努力调整了情绪, 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波动被对面的林倩倩瞧见。 等拷贝完所有视频照片后, 我方律师恰当地开了口。 这些只能证明原告与赵硕先生在一起过, 并不能证明原告肚子中的孩子是赵硕的。 赵义在一旁直接气地拍桌, 放你淡的屁。 东,法官直接敲响法锤, 警告赵义。 赵义耸了下, 还是耿着脖子大喊, 都和我匹配过了, 怎么就不能证明是我哥的了? 我笑了笑, 你和赵硕的关系证明呢? 你如何证明你是赵硕的弟弟? 林倩倩的孩子和你匹配高达百分号,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? 还有, 书纸检测关系是做亲缘鉴定, 不是亲子鉴定。 我回头看了下律师, 律师直接拿出了一个文件袋, 以及一张医院证明。 这是我方当事人丈夫, 无法生育的证明。 这是我方当事人, 曾收到的有关被告与其他男人同拍的照片。 林倩倩刹时脸色一白, 律师将照片拿了出来。 里面全是林倩倩与不同男人的合照, 其中就包括赵硕。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, 赵硕直接给林倩倩甩了一巴掌。 臭婊子, 你居然背着我还有别的男人? 赵硕直接扯着林倩倩的头发, 试图将她往桌上撞。 被赶来的法警直接拦了下来。 而庭审自然而然, 就在这场闹剧下结束了。 我笑着看着对面鸡飞狗跳的场景。 要是赵硕还活着, 看见自己出轨的女人, 和自己最溺爱的弟弟搞在了一起。 律人者反被律之。 而自己以为的孩子, 结果是自己弟弟的孩子, 赵硕的无法生育证明是真的。 有一年我们去做了检查, 最后是我一个人去拿的检查报告。 我为了他的面子, 便将这事瞒了下来。 毕竟我认为, 对于生孩子这种事情并不是必要的事。 而赵硕也在曾经无数次地和我说过, 他不在意有没有孩子, 他只在意我。 呵, 结果哪是不在意没有孩子, 只是在意不要我生的而已。 可惜, 他还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, 在得知林倩倩怀孕后, 便开始私下转移资产。 可是赵硕他忘了, 林倩倩和赵毅也忘了。 在和赵硕一起组建公司前, 我可是一名律师。 对于赵硕这些逃避法律的行为, 我可是有非常敏锐的警觉性。 可我擅长的毕竟是民事案件。 在察觉到赵硕这些行为后, 我特地找到了老同学咨询。 更别说这次开庭, 除了刚进入社会的律师, 根本无人愿意接林倩倩他们的案子。 只因在他们接案前, 我就将赵硕无法生育的证明, 发到了行业群内, 根本无法打赢的案件。 没人会浪费这个时间。 而那些林倩倩和其他男人的合照, 都是我在托斯家侦探调查中拍到的。 当然, 我只会说这是别人邮寄给我的。 毕竟斯家侦探所拍的照片, 是很难被定义为证据的。 或许是赵硕在林倩倩, 与赵硕面前时常贬低我, 让他们二人从未将我放在眼里。 否则, 我实在想不出来, 是什么样的猪脑子, 会想着在律师面前搬门弄斧。 我冷漠地看着对面的俩人, 直接起身和我的律师离开。 我笑着拍了拍我律师的肩膀, 谢了, 老同学, 最近帮我叮叮, 后续我就不上庭了。 他嫌弃地拍了拍我的手, 几年不联系, 一来就给我增加工作量。 林大律师, 什么时候再回来接案子啊? 我咧开嘴大笑, 姐姐, 我可是富婆了, 谁还工作呀? 没事别联系我呀, 我要出国旅游去了。 我挥了挥手, 直接离开法院回了家。 好在之前就将赵硕的物件, 全都丢弃掉了。 要收拾的东西倒是不多。 我直接将我的衣物全部丢掉, 给店里打了电话, 又重新送来了一批。 林女士, 还是按照以前的风格给您送过来吗? 我笑了笑, 不, 给我来点辣妹妆。 等衣物送到后, 我便全载到了车里, 将钥匙转交给了中介的人, 准备直奔机场。 这套别墅里承载着, 太多我与赵硕的回忆了。 我曾经真情实感地爱过他, 可在我看见他手机上, 显示来自林倩倩的消息时, 我便知道, 赵硕, 我扔定了。 我本想体体面面地和他分割财产, 离婚各自安好。 可这傻缺不仅转移财产, 还想害我。 那就别怪我一步步将他踢入地狱。 我带着我妈在国外浪了好几个月, 我的案子也判决了。 自然是林倩倩他们败了。 听迟言说, 赵一本还想再起诉我。 他说他是赵硕的亲弟弟, 为什么没有他的遗产? 直接被迟言抓着普及法律知识。 我灿然一笑, 对此置之不理。 可当我送我妈回家的时候, 却在家门口看到了林倩倩。 她手中抱着个孩子, 看来是已经卸货了。 微微, 我妈担忧地看向我。 没事, 妈, 你先进去。 我将行李箱递给了我妈, 将手机录音键开启, 我才走了过去。 林倩倩一看见我, 立马抓着我不肯放手。 我皱了皱眉, 直接将她手扯开。 不好意思, 我洁癖。 最受不了垃圾接触了。 林倩倩却判若两人, 不像之前那般咄咄逼人, 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 姐姐, 求求你了。 这可是赵硕的孩子啊, 你不应该给点抚养费的吗? 我白了一眼, 林小姐, 法庭上咱们说的还不明白吗? 赵硕不孕不遇, 你这孩子只能是赵硕的。 懂? 林倩倩却发了疯, 死死地盯着我, 我不管。 赵硕可是赵硕的弟弟, 那这个孩子就是赵硕的侄子。 给侄子一点抚养费怎么了? 你都有这么多钱了, 给我一点怎么了? 我感觉好笑, 一个小三哪来这么理直气壮的? 也是了, 当年他妈也是这么理直气壮的, 来到我们家, 叫嚣着抢了我妈的男人。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 林倩倩, 你做赵硕小三期间, 赵硕给你花了不少钱吧? 你知不知道那个钱, 我是可以起诉让你偿还的。 而且, 你怎么回来的? 警方找了你那么久, 都没能找到你, 你却平平安的, 一个人顶着大肚子回来了。 林倩倩根本不管那么多, 你管那么多干嘛? 林薇, 我就问你, 你给不给我? 我鄙夷地看向她, 林倩倩, 我不欠你的。 相反, 你的父亲, 他欠了这么多年的抚养费, 什么时候偿还? 林倩倩却突然松开了手, 鬼异地朝我笑, 林薇, 我可是给了你机会的。 你等着, 看我不整死你。 到时候, 你必定要跪下来, 撇着我求我放过你的。 带她走后, 我将兜中的手机掏了出来, 朝着林倩倩的背影笑了。 这林倩倩怕是跟赵义待久了, 脑子都不好使了吧。 不管想做什么, 放马来吧。 等了几日, 都没有等到林倩倩的动静, 倒是让我有些奇怪。 林倩倩是个急于炫耀的人, 她若是想到了整我的办法, 只会上赶着去恨不得, 把我咬得稀碎。 现在这么沉稳, 不过好在, 又过了几天, 便等到了她的动作。 迟延直接给我发了个链接。 我点进去一看, 原来是林倩倩的直播间。 她抱着孩子在直播间里潸然泪下。 她说, 她被绑架都是我这个好姐姐一手策划的, 只为了瓜分她老公的巨额遗产, 就连她老公的死都是我一手策划的。 她还将案件的判决结果秀了出来, 斥责是我花了钱, 收买了法官。 我看了看她直播间, 才几百个吃瓜群众。 就这。 说真的, 林倩倩的这套说法, 确实是挺行得通的。 但她以为她一个没流量的号, 能引起全网讨论的。 我反手就帮她买了直播间的热量, 送她上热门。 直播间没一会儿就来了许多人, 渐渐上了万。 林倩倩看着有希望, 哭喊得更殆尽了。 家人们, 欺负人啊, 她还是我的姐姐啊, 居然派人来绑架我, 还将我老公推进大海, 转头就拿了我老公三个亿的资产啊。 我打官司, 居然输了。 她有钱就可以官官相护的吗? 她拿着我老公的钱, 出国游玩。 我求她救救我的孩子, 她却将我推开。 她好狠的心啊。 林薇, 你好狠的心啊。 而直播间的观众也十分激动。 卧槽, 这是什么年度大戏? 我没听错吧? 亲生姐姐找人绑架自己的妹妹, 然后抢夺妹夫的财产。 有没有懂法的呀, 这能行。 有钱, 你干什么都行。 啊不是, 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? 还是保持围观态度先, 这年头, 骗人的太多了。 我默默地看着她的表演, 简直是脸不红心不跳地, 吼着赵硕是她的老公。 既然她想闹, 我就帮她闹大好了。 我从直播间里退了出来, 才看见迟延给我发的消息。 林薇, 怎么搞? 我对着屏幕冷笑, 直接赚了一笔账过去。 给我搞大, 搞得越大越好。 光买直播间热度有什么用? 要送, 当然要将林倩倩送上热搜啊。 也让她身后的那个男人看看, 打我念头的下场。 超能力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。 当天晚上林倩倩的言论就被送上了热搜。 好几个曾经的朋友都特地来询问了我。 公司其总直接打了个电话过来。 威姐, 公司股票都因为林倩倩这波言论响了。 怎么办呢? 要不要我这边, 立即出来给你公关一下? 不用。 我瞧了瞧电脑屏幕上的热搜, 它热搜还是我送上去的呢。 啊? 其总显然没能懂得我的脑回路。 放心吧, 过几天, 我一个帖子, 直接让公司股票倒增。 事情影响特别巨大, 许多网友在网上热烈讨论。 各种骂骂的都有, 有的甚至将我人肉了出来, 挖出了我曾经律师的从业经历。 或, 难怪官司输了呢? 人家就是律师啊。 谁能跟个律师打得过呀? 嘖嘖嘖。 谁不知道, 律师这个职业, 只要钱够多什么案子都能接呀。 一群没良心的人, 还能奢望个啥呀? 我皱了皱眉, 有些不喜。 虽然我已经不再从事法律行业, 但是法律的崇高性是不允许被玷污的。 我默默将这几个ID的发言, 截图发送给了池延, 很快他就回了我信息。 干! 我特么就让他们这些键盘侠, 看看律师的可怕性。 你不用管了, 我这边干他们。 我忍俊不禁, 谁说我们律师冷如蛇蝎的。 很快, 我引来了我想引来的人。 第二天一早, 警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 林小姐, 有人举报你涉嫌故意杀害, 你丈夫以此谋取遗产。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, 了解下情况。 我点了点头, 拿上一早就准备好的资料出了门。 可算等着你们了。 到了警局, 我二话不说, 直接将相关资料证据摆在了警察面前。 哦, 对了, 警察同志, 这里还有录音, 想必你们会很有兴趣。 警察听完录音, 看完资料后, 已然了解了全部情况。 不好意思了林小姐, 这件事实再是太多人议论了。 你也知道, 现在舆论能杀人, 我们也是按照程序办事。 我点点头, 并不觉得恼怒。 警察先生, 虽然我这个问题解决了, 但是关于林倩倩, 究竟是怎么从绑匪手下逃出来的。 警察点点头, 向我承诺, 你放心, 我们会从这个方向找下去的。 这件事争论声很大, 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的。 眼见我的目的达成, 我便不再滞留, 直接回了家。 警方很快就将调查结果, 公示了出来, 可惜底下相信的人没有几个。 平时查案查得那么慢, 现在这么快就出结果了, 怕不是超能力吧? 资本的世界, 可惜我们这些韭菜永无出头之日了。 嘖嘖嘖, 本就岌岌可危的公信力, 更加没有了。 以后谁还敢报警啊? 报警也解决不了我们老百姓的事啊。 我直接打开了林倩倩的直播间, 她果然在直播。 最近的流量让她尝到了甜头, 甚至还有人在直播间刷起了火箭。 正当她又要拿起判决书的单子时, 她的家门响来了敲门声。 家人们, 稍等一下哦, 可能是我的外卖到了。 林倩倩笑嘻嘻地起身去开门, 并没有关掉直播间。 于是上千万人的直播间, 都听见了开门后, 一声咔嚓的声音。 紧接着, 一道男生就想了起来。 林倩倩女士, 你涉嫌绑架罪, 故意杀人罪, 诽谤罪。 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进行调查。 不大不小的声音, 直播间却是听得清清楚楚。 直播间的观众, 很快反映过来了情况, 连忙转载微博。 我瞧热度差不多了, 便将早已编辑好的微博发送了出来。 顺带给自己买了个家暴的热搜。 我将所有相关证明, 全部上传到了网上, 包括赵硕不遇不孕的证明。 意识到被骗的网友们, 纷纷跑去骂林倩倩。 有不少曾经咒骂过我的网友, 特地私信我向我道歉。 不过对我来说, 这不重要了。 我才刚发布没一个小时, 我手机就来电话了。 我熟练地接起电话, 怎么? 舍得现身了。 林先生? 是的, 在林倩倩背后出谋画策的, 正是她的好父亲, 也是我的生理学上的父亲。 林傅在电话那头丝毫不觉得羞愧, 开口就命令着我, 林薇, 你把微博给我撤了。 我觉得好笑, 凭什么? 你让林倩倩这么诋毁我的时候, 怎么不出来说话了? 倩倩不过是找你要个抚养费而已, 你这么有钱, 给我们一个亿怎么了? 好家伙, 上来就要一个亿。 我懒得和她废话, 直接将她电话挂断, 反手又将录音, 照片全都发上了网, 包括刚才林傅给我打的电话录音。 舆论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, 很快林傅就被人扒到了住址工作单位, 以及个人电话。 林傅的电话直接被打爆, 她根本无暇再来敲诈我。 赵毅也未曾幸免, 她也享受了她该有的待遇。 警方没多久, 便公布了调查结果。 绑架是林倩倩和赵硕一起策划的, 只是他们想要绑的人是我。 可绑匪找错了人, 绑架了林倩倩。 绑匪并不认识他们, 并不知道绑错了人。 赵硕独自前去营救, 却和绑匪因交谈起了冲突, 两人争执间, 赵硕被绑匪捅了两刀, 丢进大海里。 绑匪也受了伤, 亮亮呛呛地回去后, 却被林倩倩反杀。 而林倩倩在处理完绑匪尸体后, 躲藏了一段时间, 才独自回到了家, 知道了赵硕已经死掉的消息。 后来的事就都知道了。 林倩倩恕罪病罚, 她出不来了。 她与赵一生的孩子, 也被送往了福利院。 看见他们的下场, 我忍不住笑了。 赵硕和林倩倩永远都不会知道, 我早就知晓他们要害我了。 毕竟, 在我名下的房子里, 我都装了针孔摄像头。 在知道了具体时间后, 我特地让人将林倩倩引了过去。 绑匪错将林倩倩抓走, 而电话也不出所料地打到了我的家中。 绑匪要求赎金三千万, 我同意了。 绑匪要求在海边交易, 我同意了。 但我告诉绑匪, 我没有车。 我没有办法拿着三千万的现金去海边。 但是我老公赵硕有车。 绑匪一听, 便指明点性地要求赵硕去交易。 我假装慌乱地给赵硕打了电话。 他接到我电话时, 明显地慌乱了。 毕竟按照他的计划, 这个时候的我, 早就打不了电话了。 我哽咽地告诉赵硕, 林倩倩被绑架了, 点名要赵硕去交易。 赵硕问我绑匪要多少。 我说, 一千万。 这也是赵硕后来, 和绑匪起争执的主要缘由。 说好的钱, 没给够。 赵硕不宜有他, 连忙挂断电话前去营救。 我亲手将赵硕, 一步一步地送入了地狱。 哪怕是在他死后, 我也要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大众鞭尸,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, 他婚内出轨反被人律, 还不孕不育。 可惜, 他死得太痛。 否则, 我真想将他从大海中捞起来, 让他一步步爬回崖顶, 再被我狠狠推入深渊。 而我, 自然是拿着三亿遗产, 当我魅力四射的年轻富婆了。